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area of the image and the area of the object of an enlargement? so 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 area of image 等于 k square 乘于 area of object so 你要写这个东西很长 我都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写 a i 等于 k square 乘于 a o area of image 等于 k square 乘于 area of object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叫你找它的 k 所以我的这一个 呃 它是直接 k square 等于 area of image 除以 area of object 所以我的这一个 45 除以 49 的 k square 所以我的 k 会是等于 3 ok 然后 area of image 除以 12 等于 2 的 square 49 的 4 乘于 12 然后它就会拿到的是 147 所以这个是 147 cm square 然后 呃 其实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 还是用那个 ai 等于 k square 乘于 a o ok c 的这一题 我知道我的 ai 是这个 我的 k 是减4 呃 刚刚那边的 k square 它的 k k 是加减3 ok so 我的 ai 是 100 等于 k square 减4 的 square 乘于 a o 所以我的这个 a o 呢 会是 100 除以 16 100 除以 16 的话呢 应该是 6.25 所以我的 a o 是 6.25 所以它是 6.25 m square 所以我 我自己本身喜欢用这个 ok 我不会喜欢用这个 虽然讲 这一个 你 呃 需要多写一两行这样啊 但是我 从头到尾 我的就是用 ai 等于 k square 乘于 a o 你去到后面做 呃 各种不同的题目的时候 你也是用 ai 等于 k square 乘于 a o 的话 这样它就会变得很简单了 所以我的这一个 这一个是我的 ai 然后这一个是我的 a o 所以我的 ai 等于 k square 乘于 a o 45 等于 k square 乘于 5 所以我的 k square 等于 9 然后我的 k 等于 加减 square 乘于 9 记得 square 帮过来变成 加减 square root 所以它会变成 加减3 这样 ok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下去 所以你看这一个 这个其实更简单嘛 我 ai 等于 k square 乘于 a o 我 ai 是什么 我的 ai 是我要找的 这个是我的 a o 这个是我的 k 所以它是直接 7.2 的 square 乘于 12 7.2 的 square 乘于 12 7.2 的 square 乘于 12 你去算机那边直接按啊 ok 7.2 的 square 乘于 12 然后再乘于 12 然后147 对 这样就直接拿到147了 ok 好 ok 好 OK 谢谢大家